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瓦兰 两张照片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男的都认识 少一谷 普京手下的军头 同领军队的 俄罗斯军队 现在的头 乌克兰整治工程队队长 好多人呢 就看这个少一谷不顺眼了 编他的故事 编派他 说他原来是干装修的 什么什么工程队队长 是 现在就乌克兰整治工程队的队长 这女的是谁 女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副职 那美国副国务卿 还是常务副国务 反正二把手吧 或者三把手 就纽兰 这两个人呢 在不同的地方说话 说的什么事 说的是同一个事 就是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被俄罗斯抓到的证据越来越多了 俄罗斯在这方面呢 不断的往外抛料 这是美国目前外交的被动 美国目前的这种尴尬 俄罗斯不断的往外抛料 什么蟑螂啊 什么蚊子呢 什么探拘啊 什么关于呢 这种什么什么动物的飞行实验呢 甚至结合病菌这种东西 你们都让他呢 在假钞当中泛滥开来 邵一谷这个人呢 你也是太坏呀 你怎么把美国人弄得这么尴尬呀 一点面子都不给 我佩服俄罗斯 乌克兰多大一个国家 一个中等的国家 国土面积仅次于这个俄罗斯 只有十几万军队进去之后 他不是呢 占领市政府 然后占领广播电台 然后控制什么 互联网 不是 他进去之后 第一件事控制几十处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并且迅速拿到证据 电脑里边的硬盘上的 然后呢 纸质的 还有各种动物标本 拿到了证据 让你销毁不及 这只拿到了美国 要求他们销毁 但是他们还没有来 自己销毁的各种证据 然后就把这事呢 我还抖落 抖落到联合国 联合国卫士开户会啊 这美国代表 气急败坏 恼羞成度 咱们胡同会的话 叫急着白脸的 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说别的事还行 一说到这事 他就跟你叫 一个人遇到一个事 你只要一说这个事 这生物实验室 那美国代表立刻失态 说明什么呀 说明修养比较差 说明你缺少幽默感 说明这事说着了吧 美国你干嘛呢 你跑到乌克兰那地方 搞了几十个生物实验室 原来说26个 后来说36个 现在确定下来 大概30个 这么多实验室 研究这么多苍蝇蚊子 跳蚪蝠 你们干嘛呢 还有世界上 好几百生物实验室 有人搞了一个地图 这个图上面 标出来更吓人 基本上是围着中国 我们中国人善良 知道吧 一个专家昨天参加一个活动 那专家还说 说我们中国人善良 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人 干着一些上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哼不起来 中国人骨子里边 农耕文明 我们就觉得人没那么饿 但是美国人不这样 美国人是 能弄死你 我一定弄死你 至于我弄死你 比较难堪 没有什么良心不良心的 印第安人 不是给你们一个火鸡节吗 什么意思啊 就你们五月花号刚上岸 你们还不知道吃 不知道穿 不熟悉气候地理 然后呢 你们缺这个少那个 印第安人 按照淳朴的印第安人的这个礼节 印第安人的民俗 他们拿出清其所有 帮助刚刚上岸的白人 但是白人呢 当他们的利益和 印第安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 要抢他们的东西 要抢他们的土地 要把他们的东西 变成白人所有的东西 那怎么办 发生冲突了 冲突之后 他们就用呢 存有代差的高精度的武器 以国家的形式 军队的形式 对手无寸铁的 真的手无寸铁 这铁器是不准他们用的 大规模杀戮 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的杀戮 整个北美大地 把你们杀的一片白茫茫大地 一身干净 然后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这 我们创立一个 美丽结合中国 美国老骂别人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是你们干过的 只有你们干得出来 今天的俄罗斯 关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这种情况 不厌其烦 我看这事干得好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已经明确确认 美国在乌克兰的这些生物研究 那些美国人当中呢 领头的是美国五角大楼 五角大楼的雇员 还有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 从来就关系密切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盈盈狗狗 鬼鬼懵懵脱脱脱碎碎的 有关系的一些公司啊 从2005年到2022年初 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投入超过2.24亿美元 俄罗斯人昨天说 新缴户的文件显示 在今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 军事行动开始的当天 这些实验室 收到了紧急命令 紧急销毁 马上销毁 立刻马上一刻不停 销毁什么呀 销毁鼠疫 销毁探拘 销毁祸乱 还有其他的听起来 让人麻影起脊皮疙瘩 甚至发紧的各种各样的 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 还没来得及 有的销毁了 有的没来得及 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 叫涅边甲 他表示说 俄罗斯计划启动禁止生物武器 公约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机制 就是对美国在乌克兰的这种军事生物活动 展开调查 涅边甲先生说了 俄罗斯的收到的各种各样的证据 已经表明 美国的国防部 在与俄罗斯西部边境接壤的地区 展开具有秘密的军事性质的危险的生物的项目 你看这限制词 是吧 第一是秘密的 第二是军事的 第三是危险的 第四是生物的 这几条加起来 修饰限制一个什么 限制一个项目 就这个项目是这样的项目 是美国国防部领导的这样的项目 你们在那干这干嘛呢 说你们是给当地解决当地老百姓 什么软骨病问题啊 什么地方病问题 不是啊 美国国伦比亚广播公司自己报道 这从霍乱到碳疾病 乌克兰基辅的病毒实验室 确实存放着人类已知的一些最具传染性的病毒 这个实验室手机研究员叫Natalia Wiedeck 她自己就对外说 她说2月24号起 乌克兰政府命令这个实验室和其他的实验室 你们必须马上立刻销毁所有的特别危险的病毒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高致病性的这个病原体 生物的风险非常大 所以你们必须马上销毁 但是乌克兰人动作比较慢 飞机上下来 俄罗斯人控制 这是美国人特别尴尬的事情 美国有个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主播 塔克卡尔森他说乌角大楼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上撒谎 这些实验室里做的事情非常可怕 非常危险 美国政府不敢证实这件事情 他说的对啊 美国政府不敢证实这件事情 特别讨厌别人说这件事情 甚至美国政府绝对禁止专家 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专家进行公正的核查 戈壁王大伟说好事不避人 避人没好事呢 有事没事你查一遍呗 当年你们造谣说武汉病毒 好啊 你到中国来了不止一茬吧 所有的都看了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我们中国人坦坦荡荡 来 你来看 进来 院子门打开 房间门打开 然后我们的密室打开 我们的保险柜打开 钥匙都你拿着 你随便来查 查了六十三招有吗 没有啊 美国人你敢吗 就像我对武汉病毒所的那个检查一样 你同样 我们到你们那儿查是怎么样 美国人不敢 美国人害怕 美国人没有单量 美国人因为他们自己可能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生物的 军事的 秘密的 可怕的 传染的病毒 他们干了很多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人的恶意 美国人口口声声 今天我看还有个新闻在讲 中国新疆 种族灭绝 根本就没有的事 他天天讲 为什么要这样 心理学研究表明 这是一种脱罪的 一种松坏的感觉 真正有过这种事的是你们 正在干这件事的是你们 你们不是个老实人 感谢赵哥们的节目 下期见 感谢赵哥们的节目